美国45岁顶级富豪为了返老还童 每年花200万美元对身体进行抗衰老 如今生理年龄只有18岁 你知道他一天的生活有多自律吗 早上5点 约翰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耳温腔测量温度 这么做的目的是检查他每天做的各种疗法是否安全 而他的温度要比普通人要低不少 只有35.8 只要不升高就没啥问题 这也是饮食习惯所带来的 紧接着他就会打开一盏12英寸2000瓦的紫外线灯 然后花一分钟时间思考今天要做的事 因为每天起床外面还是黑的 他就会用这盏灯代替太阳 这有助于调节身体对昼夜的规律 并且改善睡眠 然后就是吃两颗血红铁素和维生素C 这些要只是前菜 因为他一天要吃20多种药 5点10分 开始检测BMR 也就是身体指数 包括体重脂肪肌肉等等 检测结束后 约翰逊就会来到楼下做5分钟的蓝光光摇 这有助于肤色保持干净 自从13年他把自己一手创立的科技公司 以8亿美元卖给别人后 他就开始投身于返老还童的行业 曾经是中年油腻大叔的 他10年后竟然变成大帅逼 在专家的检测下 他的身体不仅没有衰老 反而真的年轻了不少 目前他的心脏是37岁 牙齿是35岁 皮肤是28岁 体能直接来到了18岁 而且他跟马斯克一样是个疯子 专门研究人类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目前正研究脑机接口这一款 拥有精神洁癖的他更是什么都要做得完美 就连眼睛有点干 他都要利用技术进行修复 确保万无一失 家里的空气更是要达到最佳 他的团队每两周都会为他准备 每天早上要吃的药丸 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就要渗入了 准备好的药罐 就会整整齐齐地排列在抽屉里 每天早上拿一罐即可 里面具体多少粒不知道 反正五六式肯定有 5点30分 开始准备早餐 在此之前他会戴上一顶红光帽子 为的就是防止脱发 这也是很令人困扰的事情 以前在硅谷工作30岁就开始脱发了 不过现在就好了很多 今天吃的是一整盘的素果泥 专门为锻炼之后吃的 通常是一个月换一种食物 不得不说他为了健康真的太拼了 每个月光吃蔬菜就要吃50斤 这种果泥绿绿的非常难吃 每次他都要花30分钟才吃完 当果泥加热完成后 就要开始加菜了 先来两勺蛋白质 随后就是一杯蓝莓和黑莓 当食物准备好后 就开始一天的锻炼 锻炼时间不会太久 尽量保持在20分钟 锻炼太久会磨损机能 值得一提的是 约翰逊为了自己的身体 甚至通过儿子的血浆进行换血 以达到抗衰老的作用 但后来经过多年的测试 才发现里面的作用其实不大 早上6点开始吃早餐 在吃之前先来两勺的特级出榨橄榄油 这就是他每天早上必做的例行程式 时间很快来到了下午5点30分 早上和晚上都是他至关重要的环节 刚刚出门是去做了激光 为的就是剔除皮肤上的瑕疵和疤痕 要想做个完美男人 这些步骤不能少 而他在整个月中睡眠打分都是100分 这在普通人面前甚至专家都是不可思议的 他表示要想有个好睡眠 首先就是把鞋换好 让地面达到卫生标准 地上一颗灰尘都不能有 晚餐更是不能吃太饱 这样会影响睡觉前的消化系统 今天的晚餐是卤笋白豆以及红薯 随后依然是来到吃药环节 不同的是他在睡觉前会吃退黑素 6点30分 吃完饭后就会来到牙齿护理的环节 大脑的健康与微生物的健康息息相关 牙齿也是至关重要 所以他会做三件事 使用牙线然后用水稿清洁牙龈 最后再用茶树油涂抹 这么多年过去 就连牙科专家都说他牙齿逆转了20年 因为他有磨牙症 所以睡觉他都会戴上牙套防止磨损 最后就是来到睡觉环节 看似普通的房间实则一点也不普通 窗帘必须是全部拉上的 而床是一张会空温的床 整个晚上会随着温度自动调节 房间的角落会摆两个空气净化器 而至于枕头也是经过专门打造而成 因为脖子两边的颈动脉是大脑传输血液的关键 所以他的枕头脖子这个位置是凸出来的 两边会收窄 为的就是不堵塞两边血液流通 感谢观看